在精彩的表演带动热闹气氛之下 为期37天的2022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正式开源 今年屏东热博取得台湾华特迪士尼公司的授权 种出巨型的迪士尼彩绘稻田 奇妙仙子、三眼怪、格鲁特、古古 以及台湾原生种的草枭 透过农民的技术种出来栩栩如生 再加上花海、奇幻瓜廊、兰花馆、艺术盆栽展 农村栽生展、田边市集等等 热博活动精彩多元 在这个广达近23公顷的土地上 大概有24个主题 而每个主题所展现的都不一样的内容 农、鱼、序、木 那包括我们在屏东 所有的一个加工食品 以及从热带的农业到亚热带 到热带到温带 都可以看到在屏东 这边相关的一些从植物上或是水果 不但是物产丰饶的花果天堂 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屏东内 农民的生命力及创造力 今年的热博在开幕前 因为本土疫情升温 屏东县长潘孟安请大家配合防疫规定 食联制保持安全距离 不能边走边吃 全程佩戴口罩 安全安心来屏东走春 郑生记者王静慧、郭怡珍 在屏东的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